各種一部的同事會就有關的修正去作出各種一部的處理 第二項就是關於會員在議會會議內 或者在立法會外的行為操守上的問題 是否需要一些修訂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多 或者是向事物交代或者向社會問責呢 這個我們暫時的方向就是會決定了 我們會作全體的議員的諮詢 利用我們暑假休會期間的時間 進一步讓大家可以更加知識有關的研究的過程 方向 內容 然後在休會之後回來作進一步討論再作決定 暫時我們沒有任何的定案 不過在這順帶讓我澄清一點就是 事實上我曾經都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說過 有關英國國會最嚴格的去到餘下任期都可以 或者是禁止出席這個問題呢 事實上我們只是做一個資料的提供 並不是我個人意見 也更加不是任何建制派或者任何一位議員的意見 純粹只是我作為主席提供給處署 有關的資料搜集所作的資料提供的 好嗎 暫時方向是這樣 那諸詢議員會不會都問他們覺得這個不則的地方 還有諸詢議員是否去到下一次會 詩詞文時有沒有有多長 其實我們已經就起碼七個國家的處理方式 包括當中有一個大家非常熟悉的 背景上跟我們非常相似的英國國會 其他普通法的國家 例如澳洲 歐洲大陸的法國國家 例如德國 或者近香港比較文化上相似的 例如台灣和南韓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就各方面的做法都有詳細的一個研究 那我希望在今次這個諮詢的期間 會必須處理一步提供有關資料給 所有議員在知識 在有關的情況之下 就不是說在資本解釋的情況之下 作出適當的一個回應和決定 英國那邊最長是一年 英國那邊最長是一年 這是一個純粹的資料 那有沒有人可以參照這個方向 在香港實施 暫時我們未有任何委員提出任何議案 任何方向 這個只是有資料的提供力 至於這個方向幾大方面 包括首先 我剛才也理解到 有同事有接受訪問 當然我們關注到 都有意見認為 我們是否應該修訂有關的規則 都要再討論一下 這個大方向我們會討論 會諮詢意見 第二就是如果大部分的議員 都認為需要向前走一步去研究一下 如何修訂 在有關修訂的方向 具體的內容 特別關乎我一點是必須提出的 就是說 我知道有意見認為 我們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 制度可能不是完全適合一個比較 或者嚴謹的處理的方式 但事實上 如果有定名的方式 對於少數的議員 其實保障更加大 例如說 如果有關的任何 執行這些議事規則的懲罰方向 是需要有大會通過的 這個本身已經是一個很大的保障 我希望這一方面明白到 大家應該明白到 關注之餘 如果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機制 會保障大家可能更加好的 現在由一位的主席 可以作出一個決定 導致後果相對嚴重 而實際上我們研究國家裏面 除了是德國 或者南非 由主席去作判斷之外 很多其他國家 包括英國、澳洲 都是需要經過國會的動議 由議員通過才有制裁 如果是我們以前這樣走過 而這是一個方向的話 實際上保障會多過 好像現在什麼都不改的 如果咨詢裏面 其實會不會有些方案提供 例如生日、二日、一年 或是用主席的決定 或是用議會 即會不會有些方案 給要選擇 我的理解 我們不會有任何具體的方案 但是一些比較累積多些 其他國家的做法 我們會有一些 美署處已經做了一些結論 幫大家去更加快明白到 那個比較多國會是接受 或者處理的方式 例如說會不會有雷進制 一次之後 第二次第三次 會不會再嚴重一些 會不會是有一些 經濟上的懲罰 例如說 除了說不准開會之外 有沒有一個在新樽方面 順帶的一個要求安排 這些是方向性的 或者是資料的提供 我相信給市長會 作適當的 專業的一個導讀給大家 我想問一下 為何上次的建制派 都已經改了一提列的議事規則 為何今次又會再 突然又要進一步再去改 另外就是 以你們猜會不會 今個立法會的任期之內 都已經可以完成這個修訂 你根本上次的問題 事實上需要修訂議事規則 導致議會撥亂反正 似乎一個似仰恰當的議會 這個也都不是今一屆 也都不是最近的聲音 而是多屆以來 都已經是有不同的委員會 提出有需要修訂的這個意見 當然我們似乎 雖然有修改議席規則 但是情況上 是都沒有說充分的去改變 而實際上都仍然有不斷的 有衝擊 有保安員受傷的情況 也都有在議會外發生的 更加嚴重的議員 和官員之間的糾紛 或者是襲擊事件 那情況之下 有不少的聲音都認為 包括在議會內 或者是港大市民都認為 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 重新看這個問題 究竟是否需要在這一屆 做多一點事 令到大家更加可以 覺得議會是一個得體的議會 能夠香港這麽經濟 這麽發力的社會 不要我們的議會文化 還是停留在第三世界 甚至比其他國家都 失禮的一個做法 這個我們是有責任要做的 至於說有沒有信心 或者有沒有機會處理到 這個我們要看情況 因為現在我們還是在諮詢階段 上次就是劉長江提出 就是一台北修訂 那這次是哪個議題 是否你自己覺得 或是有建制官議員 並不是我自己提供 或者提供這個意見 而是我剛才也解釋過 秘書處已經一直 上一屆到今屆都在做 那些資料搜集 只不過我們適時覺得 這些成果是需要進一步去 大家處理歸納研究 然後看看怎麽做 做還是不做 怎麽做都需要研究 這麽原因 我剛才介紹過 例如其中一點 修訂可能對於 少數派的議員的保障更加大 其實不要太多空間 太多留白 給我們個別的主席可以做 或者是大家不是那麽認為 那麽恰當的決定 更加應該支持這個修訂 令到有規有矩的做法 清清楚楚 白痴黑時講明 那麽情況之下 有什麽委員做些什麽呢 就會有什麽的後果呢 那麽可能會更加好 Paul, isn't it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opposition numbers right now if we change the rulebook again and why is it necessary Second, can you explain to us why it would actually offer more protection to minority lawyers in the chamber and is it true that even within the ProException there are, that you guys haven't really reached consensus Third question first True, we haven't actually been able to reach any consensus as to the way forward so we're still going to consult all members concerned to see how we should proceed whether we should proceed as to the first question no, we're not taking advantage of anything as I've explained earlier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discussing about researching about way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in the illogical for a long, long time even in the past terms so it's a question of whether we have enough or sufficient material at hand to allow us to move forward to further examine whether we should make any changes and how we should make changes that's all as to the second question about why is it more protection for minorities? Oh, at the moment we don't have any specific rules as to how the members which conduct is subject to question should be dealt with at the moment we only have two extremities one is to just issue a warning or just a letter of condemnation and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extreme we just have this mechanism under the basic law to impeach the member which might be far too severe so at the moment we're trying to establish some way forward in order to allow us more options to deal with members' misconduct so that in the future we can deal with it by way of a reprimand and perhaps a sort of temporary suspension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ith perhaps certain financial consequences and there may be the end to it so in that sense it may be more sort of protective for the minority at the same time as I've said earlier in the parliaments there will be examined except for the German parliament except for the South African parliament all the other parliaments where they impose sanctions on members normally that would require a motion by members to be passed in parliament so in that sense there will be a far better protection for those minority interests in parliament even in LegCo then at the moment we just have to rely on the decision of one member which is the president himself 好 那你理解 其實是甚麼 是為甚麼和上一次一次改了 是有沒有說 今次是甚麼事件 再續發要 再順一步修正 我就不是完全理解 上一次我們的 因為始終有關的修正的動議 都來自我們的班長 廖長江議員 也都有若干 當然也都有郭榮鏗議員 有些其他的意見 有些其他動議 至於為甚麼 上一次沒有一次過改了 可能因為上一次的改動 已經比較多 也都可能聚焦的問題 也都不想說太多爭議性 這次可能是由於改動了之後 看回結果 是覺得仍然有需要 就有關的行為 有關的混亂情況 需要進一步去處理 所以我們研究一下 其實很簡單 一個就是一言堂 但如果大家覺得不滿意主席的判斷 一言堂 搞定了 另一個就是 如果有任何需要制裁 或是需要大會通過 大家可以明白到 任何動議 在目前機制下 都要分組點票 所以這個保障 本身已經很明顯地 是多過由一言的 一個主席所作的命令 所以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這一方面 另一個呢 因為我們目前就是 剛才解釋過 我們只是有一些兩極端的做法 一個就是普通的一個譴責 而另一個極端就是 我們要動以基本法的譴責 支奪有關議員的席位的一個安排 這個也是另一個極端來的 也都未必恰當 在每一次事件上 所以如果能夠提到多些的選項 給大家是就不同的行為 是嚴重過 應該怎麼可以用譴責聲明處理的 而未嚴重得要施奪議席的 中間有一個方向可以做的 這個其實是對於議會的運作 對於保障市民 對於議會的感官 對於我們議員之間的 一些秩序的問題 都是一個好的進步來的 好嗎 謝謝各位 謝謝